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今晚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起 镇金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德的枪击事件 警方透露 这起事件发生在周四晚上 导致两人死亡 两人受伤 警方在接到多个九年1月1日报警电话后 于晚上10点45分赶到现场 发现了四名受害者 其中两人当场死亡 剩下的两名受害者在接受了急救后 被送往伦敦市的维多利亚医院 其中一人伤势危急生命 另一人则面临改变生活的重伤 警方表示 目前对公众没有进一步的威胁 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静谧的夜晚 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德的北端 突然被枪声打破 这个平日平和的小镇图遭恐怖袭击 据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当地警方在周四晚上接到多个惊慌失措的9亿一电话 报告称发生了枪击事件 时间大约是晚上10点45分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迎接他们的是一幅惨烈的场景 四人被枪击倒地 其中两人当场死亡 另外两人则在急救人员的抢救下被迅速送往伦敦市的维多利亚医院 这场枪击事件的发生地点位于城市的北端 一个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地区 在这个普通的夏夜 居民本应享受宁静的休憩时光 而非响彻夜空的枪声 恒随之而来的恐惧与惊慌 The Toronto Star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报道 指出当晚的9年1月1日电话接连不断 紧急服务机构迅速做出反应 警员和医护人员火速赶往现场 现场情况触目惊心 四名受害者倒在血泊中 两人当场死亡 另外两人则伤情严重 警方和急救人员和丽江伤者送往伦敦市的维多利亚医院 其中一人伤势危及生命 另一人则面临改变生活的重伤 斯特拉特福德警方表示 目前对公众没有进一步的威胁 同时呼吁任何目击者或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 协助他们进一步调查这起恶性事件 斯特拉特福德这个安静小镇 突然遭受枪击袭击 令当地居民震惊不已 这个原本祥和的社区 从未经历如此恐怖的事件 居民们纷纷表示不安与恐惧 事件的发生地点北端 是一个平时生活节奏缓慢 居民平和友好的地方 此次枪击事件的发生 无疑在当地人心中投下重重的阴影 加拿大新闻社在2024年8月2日首次发表的报导中 详细描述了案件发生后的种种细节 斯特拉特福德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正全力以赴展开调查 并寻求公众的帮助 以其尽快将嫌疑人绳之以法 这起枪击事件已引起了全国关注 民众对枪支暴力问题的讨论再度热烈起来 尽管警方表示对公众无尽一步威胁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惨案 枪手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些谜团依然未解 在这个无法挽回的夜晚 斯特拉特福德的居民们 不仅失去了两条宝贵的生命 还多了一层深深的恐惧与不安 当地社区已开始组织哀悼活动 悼念这次枪击事件中的遇难者 斯特拉特福德市政厅前广场上 摆满了鲜花和蜡烛 人们低头默哀 祈祷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这起枪击事件也让人们更加关注 社会治安和枪支管理的问题 枪击事件的频繁发生 让不少居民开始思考 是否应该加强对枪支的管控 避免更多无辜者成为 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警方和政府机构 也在积极应对这一问题 力求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 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斯特拉特福德的警察局 常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警方将加强夜间巡逻和社区警务工作 以确保居民的安全 他们还会与周边城市的警察部门进行协作 共同打击犯罪活动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警方的这些举措 使得居民们在恐慌中感到了一丝安慰 在这起枪击事件中 除了法律和公权力的介入 社区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地区的心理健康机构 已经开放了心理辅导服务 帮助那些在事件中受到惊吓和心理创伤的居民 社区组织也积极筹集资金 为遇难者家庭提供经济援助 帮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总的来说 这起枪击事件不仅给斯特拉特福德 这个小镇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也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和平与安全是多么的脆弱和珍贵 在这个悲剧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社区的团结和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 将帮助斯特拉特福德走出阴霾 重建信心 迎接未来的挑战 以此为契机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对枪支暴力的防控 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安全 和平的生活环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斯特拉特福德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 通常以其悠久的文化历史 和每年举办的斯特拉特福德 莎士比亚戏剧结文明 然而 该镇在近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枪击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忧虑 事件发生在2024年8月1日晚上10点45分左右 斯特拉特福德 警方接到多个9.1 一报警电话 报告成该镇北端发生了枪击事件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四人中枪 根据初步调查 两人当场因伤重不治身亡 另外两名受害者 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的初步治疗后 被送往伦敦市的维多利亚医院 其中一人伤势危及生命 另一人则面临改变生活的重伤 斯特拉特福德向来以其低犯罪率 和和平氛围著称 因此这次枪击事件 对居民来说非常不寻常 且令人震惊 警方表示 根据目前的调查 对公众已无进一步威胁 尽管如此 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 或有相关信息的人士 与他们联系 以协助调查 这起枪击事件 不仅是对当地社区的打击 也引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枪击事件 在加拿大 并不像在美国那样频繁发生 因此 每一起事件 都会引发严重关注和讨论 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 尽管加拿大的枪支管控相对严格 但仍然存在枪支暴力的风险 当地警方正在全力调查 这起枪击事件的具体原因 和嫌疑人背景 目前上无任何嫌疑人被捕 或者具体动机的公开信息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 警方可能会发布更多细节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区组织和当地政府 也在努力提供支持 心理辅导和社区的支持服务 已经开始运作 以帮助受影响的居民 应对这一事件 所带来的心理创伤 斯特拉特福德市政当局表示 他们将与警方紧密合作 确保所有可能的线索 都被彻底调查 并希望能够早日 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此事件提醒人们 即使在相对安全的社区中 枪支暴力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提高社区警觉性 加强公共安全措施 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都是防止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的关键 斯特拉特福德枪击事件 将不可避免地 在未来的犯罪预防 和社区安全讨论中 扮演重要角色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 先生们 枪击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刀枪之下无完卵 这起事件无非是残缺的 枪支管制法规的悲哀结果 数据显示 美国每年因枪支暴力死亡的数字 已超过交通事故死亡 然而 为何我们不能学学澳大利亚 自1996年枪击事件后 实施了严格的枪支管控 结果枪击事件基本消失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楚天书 你的观点听起来像是拿着扫把在扫风暴 枪支问题并不是通过严格管制就能解决的 看看墨西哥 枪支法规严格的像是穿了三层铠甲 结果呢 犯罪率还不是高的吓人 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因素 心理健康问题和教育缺失 这些才是需要我们真正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奇奇 你这魔说好像是把蛋糕切成了片 却忘了奶油 在澳大利亚 严格的枪支管控与教育 心理健康等社会措施相辅相成 结果明显 枪击事件锐减 你提到的墨西哥 问题在于执法不利和腐败 这和是否严格管控枪支是两码事 难道你希望等到每个人身边 都有人因枪支而死 我们才去反思吗 楚天说 你这样说 有如将兔子放进了狮子笼里 还想他活命 我们不能盲目地套用别国的经验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枪支管控也不应该一刀切 美国的第二修正案 保护公民拥枪权力 这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 你怎能期望一个 有数百年历史的权力 在一夜之间被取缔 与其花大力气在枪支管控上 还不如在社会治理 和公共服务上下功夫 齐齐 我不得不说 你这样的观点 就像是让人跳进游泳池 却不给人游泳圈 第二修正案确实历史悠久 但并不是不可改变 看看奴隶解放宣言和民权法案 历史上的变革无不是为了更好的社会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了减少枪击事件 而努力推动枪支管控吗 还是我们要等到枪声在我们耳边响起才能醒悟 哎呀 楚天说 你这话听的 我都想给你搬个理想主义者奖了 理想很美好 但现实是残酷的 枪支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是光靠立法就能解决的 我们需要多管齐下 从社会 心理 经济等多个层面入手 才能真正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 而你这种单方面强调枪支管控 无异于在铁锅里煮石头 永远不会有好的结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枪击事件的背景与突发情况 斯特拉特福的这个通常平静的小镇 突然在周四晚上爆发了一场惊悚的枪击事件 警方称 在晚上10点45分左右接到了多个9年1月1日报警电话 报告城市北端发生了枪击事件 这不是什么好莱坞大骗 而是真真实实的悲剧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发现了四名受害者 其中两人已经不幸身亡 这真的让人心痛 为什么这些无辜的生命会这样突然被夺走 受害者与医疗救援 在这场枪击事件中 另外两名受害者也没有逃过厄运 急救人员迅速抵达现场 对他们进行了初步救治 随后将他们送往伦敦市的维多利亚医院 警方表示 其中一人的伤势非常严重 危及生命 另一人则面临着可能终生变更的重伤 这让我们不禁感叹 生命真的很脆弱 一夜之间 这些人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公众安全与信息收集 值得庆幸的是 警方已经确认目前对公众没有进一步的威胁 这应该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吧 不过 警方也呼吁任何有信息的人挺身而出 提供线索 帮助他们尽快破案 看来 破案的关键可能就掌握在一些目击者或知情人手中 大家应该协助警方 毕竟 这样的悲剧没有人希望再次发生 事件的更广泛影响 这起枪击事件无疑会对斯特拉特福德这个小镇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 恐怕都会对这个地方的安全产生质疑 当人们无法感受到安全感时 生活的质量也会大大下降 警方和市政府势必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大家的信心 并努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六博士的评论 总结来说 这次的枪击事件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生活中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关注周围的异常动向 希望警方能够早日破案 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交代 让小镇重归平静 至于那位因伤势可能终生受影响的受害者 我们也只能希望他能够获得最佳的治疗和支持 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 这真的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小的心也不作用 重点